Hello YouTube 我是奧月 今天跟大家試一隻新作 這個叫做 飛十三學園 它是一隻很像 戰鬥女子高校 那種感覺的遊戲 都是用一班固定的人物 去做一個遊戲 但是呢 我本來是想這樣說的 當它一開眼的時候 這隻是不是恐怖遊戲 好了 我們看到動畫 出現了月亮 在半夜的時候 這些學生 就出現了 但是很恐怖 全部都沒有眼珠 這時候 不是搞這樣的事情 我明明是想看 可愛少女 戀愛系 責男系 但是現在完全不是 現在是恐怖遊戲 我們看了一堆 我們已經飛了一堆動畫 其實都是一樣的 全部那些學生 都是沒有眼珠的 真是搞什麼 它是不是應該測試好 才上市呢 我想說真的超恐怖 好啦 今天本來 就想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遊戲 但是呢 看到這些人這樣 我真的無法介紹下去了 那真的 下次吧 下次看看有沒有一個好一點的版本 再跟大家介紹這隻遊戲 那今天這條遊戲 就是這樣 這條片就來到這裡 大家當笑一下也好 當是恐怖片也好 可能有些人喜歡看沒有眼珠的 但是我真的接受不了 那... 今天先介紹片來這裡 那之後有正常版本呢 再介紹給大家 那今天大家這條片 當笑一下算 好啦 就這樣先 多謝大家收看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呢 請大家訂閱我的頻道 那訂閱了呢 就會有回這個新片的通知 還有呢 有時候我開實況都會有通知的 那多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